喜欢《鬼滅之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随着《鬼滅之刃》动画的大火 相信不少观众也已经将漫画补了一遍 但是随着这部作品热度的上升 自然也出现了不少 有关实力强弱对此的言论 其中水柱和岩柱水更强 是网友们最喜欢比较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理性分析一下 水岩二门究竟水强水弱 富刚义勇和炼狱性兽狼提起开 首先水之呼吸一门和炼之呼吸一门在鬼沙队的地位 都是平等的 当时炼狱性兽狼曾经说过 无论在哪个时代 炼之呼吸一门和水之呼吸一门 都百分之百会产生不及强者 也就是说岩柱和水柱一直没有断过传承 两个在鬼沙队的地位是一样高 是两个高手势家 所以单纯从呼吸法门看来对比的话 沿河水是互相上下的 无法进行比较 只能说是同等级 那么我们只能从这一代的岩柱和水柱的实力上做文章 那么水柱富刚义勇和炼狱炼狱性兽狼 到底谁更强呢 我们可以从展现出来的实力进行对比 也就是表现力 青兽狼作为出场比较早得住 在无线列车边展现了他最强的一面 在和上前三单挑一战中 单纯靠剑术和经验和一窝座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甚至还差点耗死了对方 被一窝座尊称为 将都去锻炼到至高领域的男人 然而水柱翼勇同样也和上前三战斗过 但是这一次他和青兽狼不同 在炭智狼和斑文的帮助下 他们顺利击杀了上前三 递出了他全部的实力表现得当当的 比青兽狼要强上不少 那么这样分析的话 水柱难道是一定强力炎柱了 其实不然 假设双方的条件都是一样的 炎柱在这站上前三的时候 也能开启帆门 也能得到暴肿的探治狼帮忙 不许结果也是一样 炎柱毫无疑问也能击杀上前三 因为单纯只论战斗力的话 青兽狼的炎之呼吸 要比翼勇的水之呼吸要强 而且青兽狼最后一招全集中 差一点就将一窝座的头颅砍下来 而反观翼勇 一直没有给一窝座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由此可见 如果在相同条件下 炎柱的实力比水柱要略胜一筹 另外 从呼吸法的属性来分析 炎柱烟雨性受狼的炎之呼吸 能幻化出熊熊烈火 而水柱富刚翼勇的水之呼吸 能幻化出一片汪洋 自古以来 水都能克火 然而当呼吸法使用者的等级相差太远时 火焰能瞬间蒸发水 而水是不能浇灭火 就算水柱富刚翼勇的水之呼吸 在属性上能克制炎柱 变于性受狼的炎之呼吸 但是因为痘气的差距 导致了水柱富刚翼勇 在呼吸法属性的克制上 已经不占优势 毕竟炎柱变于性受狼 可是被一窝座盾称为 将痘气锻炼到至高领域的男人 一窝座可是和鬼的十足 鬼五十五彩 尚嫌一黑四目踏入了至高领域的鬼 就算手机被斩了也能再生 除非他自愿放弃再生 又或者是鬼的克星太阳和紫藤花 否则谁也别想杀死他们 而且在无限列车片里 一窝座屡次邀请性受狼变成鬼 因为人类的生存期限有限 只有变成了鬼才能拥有无尽的岁月 而一窝座一向来就极度讨厌弱者 只欣赏强者 所以能被一窝座邀请 变成鬼的多数高手 而炎柱大哥拒绝了 并和上线三一窝座站到最后一刻 并且差点留下了一窝座 这一点足以可见炎柱大哥的强大 在和一窝座大战的时候 炎柱大哥已经是被一窝座冲伤了 而一窝座在这之后 还是非常关心炎柱大哥的 为了不让炎柱大哥死去 还是拼命地收服他变成鬼 由此可见 炎柱大哥是有多么的强 才能让一窝座差点赔了命 都想要收服炎柱大哥变成鬼 所以阿伟我会人觉得 炎柱炼鱼杏兽狼的使力 于是说不刚一勇 要略胜一程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 留言在评论区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